特斯拉将于美国东部时间9月22日的下午 也就是北京时间周三的凌晨召开今年的电池日的活动 那么就像苹果的新品发布会一样 特斯拉的电池日每次都会有一些爆款或者新的概念出现 因此导致股价往上走 那么这一次电池日你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呢 首先你应该重点关注电池密度效率和成本等短期目标 虽然关注短期目标显得非常的现实 但是资本的世界是非常残酷的 只有这样才能打动华尔街 令特斯拉在动力电池技术领域一路遥遥领先 那么股价能否上涨上述的指标十分关键 第二关注特斯拉自建电池规划电池材料供应商 这不仅有利于了解特斯拉本身 对于很多朝A股的朋友们来说 特斯拉电池相关概念股供应链等也会受此影响 第三就是关注特斯拉产品生产线的任何数据更新 当然了有的时候期待越大失望也就越大 比如说在上周刚刚结束的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 当大家都期待着新iPhone的出事时 结果iPhone没有露面 这个时候在发布会刚刚结束苹果股价大跌 而这次的特斯拉电池日 在电池日的前一天 CEO Elon Musk也提前在推特上给大家打了预防针 他表示这次电池日所宣布的产品 要到2022年才能够真正大规模量产 那么消息一出投资人感到十分的失望 原来你马斯克是在玩概念 不能够在短期内付出时间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肯定不会买你的股票了 于是在盘后 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股价是大规模的下跌 那么你觉得马斯克是给投资人打了一个预防针 提前的保护投资人 还是说给投资人挖了一个大坑呢 明天的电池日我们先分享 电池日之后我们继续谈讨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我们下期再见